如果在公務機關裡面要查 或是檢調要查的話 SOP是整個買免稅品的 SOP是怎麼樣 把這個SOP的路徑圖攤開 買的人應該怎麼買 賣的人應該怎麼賣 哪一個環節沒有把關 所有人民負責人 其實全部都列得出來的 買的人是吳宗憲 但是他一定是被指揮下去 承辦單位 他只是去幫忙收集名單 然後去團購嘛 對不對 好啦 那誰給他這些團購 所有參與團購人都是違法的 因為你沒有出國 你就不應該擁有免稅品 好 所以團購名單出來 裡面有哪一些是公務員 裡面有哪一些是長官們 這是一個 華航大家也知道 誰收單 誰 簽合這一個訂單 誰出貨 誰進貨 誰去辦移倉 這其實每一個都有人 而且其實台灣的免稅品 管理辦法是非常嚴格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到財政部的網站 去看免稅品店的管理辦法 免稅品店每一個月都要把 銷貨跟進貨的明細 一筆一筆一筆的明細 哪一個班機賣掉多少 哪一個班機賣掉多少 甚至華航自己內部還要有 就是一個旅行代號只能買一筆 然後這一筆只能有一條煙一瓶酒 這一些都是規定 而且在第二個月都要把這些清單 你進貨多少 銷貨多少 銷貨的每一個班機的量 全部再送給海關 去確認整個稅務 好啦 如果你這一次海關還不知道 那請問一下3月那一次的出訪 3月那一次也買了6000多條 難道4月份華航沒有報到海關去 海關沒有發現說為什麼有一個班機 居然可以訂到6000多條 是不是海關發現了以後發現 哎呀 這個班機號碼是總統專機 就鼻子摸摸就認了 所以海關有沒有問題 如果說這從2014年到現在的話 海關從來沒有發現嗎 華航照理說每一個月都要把 上個月的進貨銷貨通通要報給海關 而且連倉庫的移動 都要填一個叫做移倉申請書 去跟海關說 我有多少貨要從這個倉庫移到這個倉庫 然後甚至若免稅店沒賣完 再退回去保稅倉庫 還要再去跟海關講說 我上一次運了多少進飛機 結果沒有賣完 然後退回多少 我要再進這個保稅倉庫 我們的稅務計算是查得很嚴的 大家只要看我們的國稅局 是怎麼查我們老百姓的稅 就知道我們的國稅局 其實查稅是查得很嚴的 所以這些SOP你攤下來以後 其實你就知道說 哪一些人該出來負責了 這就有夠了 然後你看看 是